接下来要上场的呢 就是我们的黄建祥老师 黄老师非常热爱足球 解说冬奥期间呢 听说这个女足姑娘 进了亚洲杯的决赛 就说主动请营 说要去解说女足决赛 说这冬奥会不解说了 尤其那边还没有王萌 对不对 掌声欢迎黄建祥 今天在现场 近距离仔细观察了一下 以李诞为首的 众多脱口秀演员 我终于明白 他们为什么 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 如此热爱和执着 因为以他们的颜值 如果不是干这个 哪有这么多年轻漂亮姑娘 追着他们看呢 大家好 我是体育解说黄建祥 很开心 来到今天的体育专场 听说咱们的节目 名字叫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作为一个足球解说 我还有点不适应 怎么办 后边不是应该接的 中国足球吗 咱先聊点开心的 年初我跟萌萌一起 解说了冬奥会 短道速滑比赛 你们说了很多次 我跟他搭档解说 八个字形容 男女搭配 男的不累 因为他确实很专业 而且气场很强大 而且很容易激动 他激动地说 我的眼睛就是尺 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不用看回方了 我在旁边看着他 激情咆哮 满眼都是自己 二十年前的样子 原来我当年给那些搭档 这么大的压力 利用李旦这个舞台 我要向当年 所有跟我一起搭档解说过的 同行们说一声 对不起 我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再后面呢 最让我激动地一次解说 就是咱们女族亚洲杯 战胜韩国夺冠的那场比赛 当时我激动地哭了 其实呢 在决赛之前 我在微博上就说了 咱们打日本的半决赛 只要能提赢 决赛很大概率 能拿冠军 果然被我说中了吧 所以呢 网友都说我是预言家 然后又说 那您能不能给咱们 中国男族也预言一下 我预言又止 这么多年 大家对男族的情绪这么大 我非常可以理解 但是很多人呢 只是情绪的宣泄 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来替男族说两句 中国男族真正的问题是 基础建设太差 足球场太少 真正参与的人 尤其是青少年 非常少 别看越南人口 只有9700万 可是常年踢球的孩子 有十几二十万 中国人口有14亿 常年踢球的孩子 有多少呢 就是这点孩子 恐怕将来都没有地方 踢足球了 因为足球场 现在都被玩飞盘的 给占领了 但好消息是 中国的飞盘 赢在了起跑线上 越南 你们的飞盘完了 在这么多不利的情况下 女族能够拿到 亚洲杯的冠军 更显得难能可贵 所以我在微博上提倡 给女族加薪 按照男族的标准 双倍给女族发奖金 大家也非常支持 我觉得用金国 不让须眉来形容女族 非常贴切 不像我们的男族 这须眉除了不让金国 其他国都让 虽然骂男族啊 但是有的时候 我心里也会心疼他们 现在男族 普遍被俱乐部欠薪 八个月到一年 所以现在他们踢得差呢 我们也能理解 现在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 最可贵的 不就是互相理解吗 我们能理解 你们踢得差 所以呢 希望你们也能理解 大家骂得很 这么多年啊 男族天天被口诛笔伐 成了全国人民的出气筒 互联网世界 最软的柿子 其实换一种角度呢 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男族 要是没有他们 你们也听不到 这么多好笑的段子 所以希望大家呢 也别光骂男族了 也夸一夸女族 如果骂男族有用的话 要女族干什么 爱之深 得之切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男族 但其实呢 我是最想让他们踢好的那个 希望大家也能理性地 看待他们的输赢 尊重足球的发展规律 我们国家的足球想更好 必须要有更多的足球场 和更多的青少年的参与 所以现在假如你的女儿 想去踢足球 让她去踢 如果你儿子想去踢足球 咬咬牙 也让她去 最后呢 我还想说 我干解说已经二十多年了 除了足球之外 说过田径游泳 跳水 冰湖 滑冰等等等等 解说的项目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越来越觉得 我最喜欢的 还是说足球 毕竟呢 解说足球的时候 我的眼睛也是尺 谢谢大家 我是黄建强 我以为他说到最后 要说 我最愿意说的 还是脱口秀 确实是爱之深 则之切 我们中国脱口秀界 忠心地送上我们的祝福 就是希望将来 在中国脱口秀界 再也听不到 中国男族这四个字 忠心地送上祝福 我小北少玩点飞盘 少玩点飞盘 把场地给人家留下来 就想要是 豆豆和小北 他们的漫才如何 豆豆和小北吧 我喜欢胡兰 我喜欢智帅 我喜欢张伯扬 那您觉得这一次 咱们组胜算也过什么 现在估计50% 差不多吧 那今天的运动员 包括我在那都是胡兰队的了 那当然我们都表现非常好了 无论如何永远是自己的队是最好的 我们组的这个漫才也胜算很大的 太扎了 我俩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节目 这个还是个比赛 对 因为我们两个只来这一期 它不太重要 我们俩演得比较开心比较重要 那您最喜欢的节目是哪个呢 高婷于老师的那个 包括我们这个东北人的这个 语言风转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孩子以后在脱口秀的行业 逼成大器 今天是体育专场了 有什么想要对观众说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亲身 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 不要只动口 强身健体 火加肺股